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五最标 那么大盘今天呢波动比较大 尤其是盘中翻红再到收盘收最低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看到这个盘式啊 有点说哎老师今天波动怎么变得这么大 指数到其次最主要是个股 我说今天的盘式走法最大的关键 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标题 我说今天晚上的标题啊 风云的黑旋风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在风云的黑旋风里面呢 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这个时间点其实利多利空是同时并行 但是股价呢相对在高档 那么股价相对在高档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个股的变化会很快 而且波动会很大 那么投资朋友在这个时间点 操作一定要谨慎 不要说看到涨去追 最好最好的例子 昨天的强势个股今天大跌甚至还打到跌停板 怎么会这样呢 看看我们今天的风云黑旋风 我说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你仔细看 大盘从这个今天的盘中创新高 17523反弹了1275点 再到翻黑下跌了150几点 这种上下震荡 像不像一个风云之中的黑旋风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重点呢 你如果看看昨天的强势个股 比方说像5299的这个杰利 或者是3662的先进光 2401的林阳 昨天强 今天弱 那反过来呢 昨天弱的货柜三雄 长荣 阳明 万海 今天反而在拉指数 航运股包含了散装航运 今天跌2%跌3%的跌幅呢 今天散装航运反而是上涨 老师 这个盘怎么那么奇怪 到底要怎么看 这个盘啊 就是一个黑旋风 尤其是最大的两支指数股 台积电 联电 那台积电今天最高来到615块 你知道吗 615块是什么意思 是台积电回到7月15号 当时615块的高点 不是今年高点679哦 是7月15号 大盘18,034点的高点 当时台积电呢 来到615 今天最高来到615 联电创下21年的新高 台积电联电冲高之后 结果呢 上瘾线黑K甚至还收最低 那个K线好难看啊 这种风云的黑旋风怎么看怎么做 来今天晚上把这几个重点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今天晚上的内容很精彩 我们一起跟大家再做个说明呢 投资朋友你会更明白了解说 这个盘式的关键如何来掌握 那么每一天啊 如果有好的信息 我们会在LINE AT跟好朋友分享 今天盘中我就看这个盘式啊 开低拉起来 不要追 反而我也不建议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随便乱追股票 今天盘中我就没有跟好朋友分享 是不是 有讯息我就会跟你分享 没有这种好的产业趋势的话 我就不会去讲这些内容 那么今天LINE AT的好朋友都知道 我们盘中就没有发讯息 想知道这些盘中的重要资讯啊 都可以加入我的LINE AT 小老鼠ASIA168 记得跟我打个招呼 我才能用私讯的方式 分享给大家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呢 是在Telegram 开盘前 我们还特别跟好朋友分享什么 开盘前我讲啊 这个钢铁股 大陆在打压铁矿砂 操作一定要谨慎 昨天强失的钢铁股 今天呢 最弱 跌了2%多 我们待会再做说明 那么在每天啊 部落格最清楚 不管是影片分享的重点呢 全部都整理在 MA2485打抗的网站里面 好朋友可以一起来掌握 同时呢 YouTube频道 我们尽量多留一点时间 跟好朋友回复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就像盘中 有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 台湾有什么稀有金属的概念股 我说台湾没有矿产 这个稀有概念股呢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内容 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这个我都会讲得很明白 那最主要的 来 你看看昨天的捷利 昨天整理完 一根拉伸上来 结果呢 今天杀到跌停板 捷利还特别算是强势的 MOSFI的涨价概念股 今天怎么会杀到跌停 同时呢 林阳 王姐 昨天也特别在问了林阳 我说这个盘式啊 你除非这是短线 你要往上冲 冲掉它 你如果没有冲 今天才去追价 哇 今天上影线 又是一根大黑K 好难看啊 而且注意看哦 今天的成交量 10万张 这是不是隔日冲 昨天强势股票 杰利 林阳 甚至包含 昨天涨停板的先进光 今天拉高上来 马上收盘 收最低 那个K线都好难看 这种都是在隔日冲的手法 可以看得出来 相对短线上 你看到那种强势个股去追啊 反过来呢 我跟各位很多都讲说 这个盘式涨了1200点 不要追价 1200点你往上去解码股票 今天跌下来了 是不是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一个机会呢 但是最重要的 好股票也被跌下来 比方说我看好的驱动IC呢 今天也跌下来 怎么看 我待会做说明 那么这个盘式节奏里面 来 在8月30号的封面 主题 我就跟各位讲 亮缩到2700亿不到 亮缩预告的中小型股 会是9月行情的新主流 有没有 9月行情的新主流 大家都看到了 是不是很明显 9月行情的新主流 中小型个股 那么9月行情的中小型呢 来 看看这几天 我8月30号讲完 8月31号上市柜 20家涨停 9月1号上市柜 27家涨停板 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个股 那么今天呢 大盘跌154点 你知道吗 上市柜 上市三家 上柜13家 上市柜又16家涨停板 但是我也先说明 今天我们手上股票 没有涨停 反而是什么 这些个股啊 我也没有去追价 但是趋势方向 很明显告诉你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指数涨到17500点 不要去乱追 最大的关键 接下来 就像我们今天的标题 风云黑旋风 很精彩 9月份啊 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就算大盘指数涨 涨了1200点 很多股票不见得涨 那大盘指数反过来 如果说9月份先蹲下去 再回测 半年线 17000点附近 我可以告诉你 不见得所有股票都会回 因为这一波很多涨的指数股 涨很凶 联电创下21年新高 台积电到615块 是什么位置 615块是7月15号 大盘18000点的位置 可是台积电的最高点 是679 1月份就见到高点 我也跟各位讲过 台积电1月就见到高点 拉回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英特尔宣布 进军IDM2.0做晶圆代工 英特尔他也要去做晶圆代工 这个造成2月份宣布以后 台积电2月以后 就没有679块的高点 好 这期大家都了解了 来 开盘前 我怎么告诉会员朋友 来分享一下 8点49分 我说美国近期 每一天新增确诊 超过一二十万人 台湾真的还算不错 大家都配合的很好 那么Delta变种病毒太强了 美国的卫生纸之乱 美国是疫苗股领涨 台湾防疫股会跟着涨 可是今天表现不算强 因为它有一个重点 你知道是什么重点吗 为什么昨天去杀航运股 今天去杀钢铁股 逼着你赶快来追台积电 连电 如果这一段行情 十天的时间涨升上来 你没有做到台积电 你没有做到连电 是不是感觉好像指数 除了IC设计 电子股比较强势之外 好像这个反弹上来 你没有抓到 有没有这种感受 昨天的航运股 被灌到低点去 今天的钢铁股 被灌到低点去 甚至昨天的强势个股 这些中小型个股呢 急涨的时候也不能乱追 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好像很多牧羊犬呢 把其他的股票把它打下去 逼着你只能买台积电 连电 但是买完以后呢 今天又收低跌下来 还是套 是不是 这种指数 开盘前我讲震荡会压回 一规划低阶小神山 我们的操作观点 开盘前就设平盘下去 做低阶带着新朋友拉回买 不是用追价的方式 那么这个关键一个地方 黑人都出来说 What 今天这个盘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17523点 十天集谈了1275点 我在今天盘中啊 跟会员朋友讲这个观点 盘中电子股的资金回到六成 航运股只剩两成 可是今天盘中 17523 是长荣阳明万海 带着散装航运 由黑翻红 拉到17523 What 怎么会是这样子 是不是 这个盘式的节奏 为什么资金六成多在电子 航运只有两成的时候 反而去拉航运股 见到17523 反弹的高点 很简单 前面拉的指数股 包含台积电 拉到这个位置 它总不能一直撑到最后吧 也要拉那些跌深的 比方说航运股 航运股跌了几天 散装航运跌了五天 散装航运跌了五天 让这些个股反弹一下 掩护电子股压回 我这样讲听懂了吗 这个盘式 我们在盘中9点43分 大盘大概是9点29分 见到高点 9点29分见到高点 我说9点43分的时候 我说很特别的现象 很特别的现象 大盘过昨天高点 资金64.7%在电子 可是拉指数 拉台指数的航运股 资金缩到24% 反而是拉指数 航运股只剩24% 资金跟涨势不同调的背离 说明在拉高调节 轮动加速 拉跌深的航运股 然后呢 昨天的强势电子股指数股 打下去 这种轮动调节 有没有 拉高调节轮动加速 高出低进应对 这个关键重点 来看一个地方 你看收盘 这是收盘的时候 电子比重多少 64.44% 航运股24.3% 这是收盘的资金比重 你再看看我们9.43分讲的 电子64.7% 航运24% 航运收盘24.3% 电子64.4% 跟我们9.43分 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盘是资金跟涨势 不同调的背离 我再教大家关盘 怎么看这个盘式的节奏 怎么看资金的流向 跟肋股的轮动 看到这里 我大概就知道了 早上9.43分的时候 资金跟涨势不同调 指数来到175.23 涨航运股 结果呢 资金在电子股 反而是开高以后 滚量压下来 跌深的货柜三胸 散装航运 拉起来 这个现象里面 我们也告诉大家说 这个盘是很特别的一些节奏 那么除此之外 10.29分 我跟会员朋友讲一个观点 很多投资朋友都是很在意的 像刚才 有好朋友问说 那强茂怎么办 盘中拉金元双雄 台积电 连电 掩护出货 车用电子 强茂 蓬城 德维 康普 美奇马 尾盘只有美奇马翻红 其他都跌下来 这些 这个车用电子 其中有些我们有做的 有高出 不要急 先不要急 等压低落底的买点 我们再来低阶 盘中 10.29分 拉金元双雄 出车用电子 你的盘中 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节奏 告诉你 这个盘是 9点43分 拉航运股 有没有 出电子股 拉高调节 这个10.29分 告诉你 拉金元双雄 台积电 连电 出货 电子股的 强茂 蓬城 德维 康普 这些个股 不要急 我主要强调是这句话 我告诉会员朋友们 先不要急 等压低落底的买点 说真的 这个盘是看到154点的下跌 大家一定很害怕 害怕的重点是在于说 最强势的台积电 连电 上引线 黑K 收最低 强势的车用电子 强茂 蓬城 德维 这些呢 今天大跌 甚至强茂 插一毛 盘中要见到跌停板 会不会怕 当然怕 强势股的 金元双雄 车用电子 弱势股的面板 甚至驱动IC 还在往下压 幅度虽然不大 但是呢 它的压下来 又破新低的时候 大家很害怕 我讲的对不对 那这个关键重点 来 你看看大盘指数 我说大盘指数啊 盘中 我也跟 这个新闻台 这个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连线的时候 我说两个重点 第一个 大盘指数是季线跟五日线 纠结 两个都很接近 如果季线五日线 没站稳 下一个支撑点 是十日线 月线 半年线 三条均线 纠结 在17000点附近 才会比较大的明显支撑 这一段 是不是有压力 看到大盘 今天尾盘压低啊 说真的 这种K线 你一看你就懂 涨了1275点 昨天盘中创高 今天盘中创高 拉台积电 拉联电 拉指数股 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这一波 你不去买联电 不去买台积电 没有赚到 你真的去买 比方说IC设计 羚羊也好 节力也好 昨天强势 今天冲高以后 杀下去 甚至还打到跌停 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这个盘是精彩的重点 还没完哦 听我讲下去 讲到后面 你越听 你会知道说 这个盘是 我们每天很用心看 这个四个半小时的变动啊 很精彩 来仔细看 今天贵买 更不用讲 长上引线 收黑K 收最低 虽然没有破五日线季线 不具支撑 还是会拉回 这个关键重点 来 美国纳斯达克 我跟各位讲过 八月底的时候 我就讲过 这是一个通膨加资金的推升新高 美国CPI已经来到了5.4 不收资金 继续印钞票 造成纳斯达克一直创新高 你回头想一想 最近这一个月 纳斯达克一直在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哪一家指数股的获利 营收 营运展望 有特别特别看好的 有没有 台湾在最近这十天 至少还有一个台积电吧 还有一个联电 创21年新高吧 美国呢 纳斯达克 最近这一个月的创新高 私经行情的推升 了解吗 可是通膨跟疫情是一个反转的关键 这种讯息重点 你看今天早上 美国公布的小飞龙数字 ADP的数字呢 就业增加37.4万人 远远低于预期的61.3万 是不是 美国八月私针的 私器的新增就业人数啊 远不如预期 为什么 Delta病毒肆虐 这个小飞龙数据低于市场预期 美国科技股带动纳指 创新高 你看这个标题 不觉得很矛盾吗 小飞龙数据 就业数据不如预期 而且是差太多了 预估61.3万 实际只有37.4万 纳斯达克还在创新高 把利空当利多来解释吗 怎么讲也讲不过去 是不是 Delta病毒的肆虐 小飞龙数据低于预期 怎么可以解释到 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 资金 美国的联准会 CPI 5.4了 不缩表 继续印钞票 造就美国股市的拉高 你不要看美国股市拉高 我跟你讲 美国人比我们还怕 因为我们没有去做美股 我马老师不带会员去做美股 先讲清楚 因为最近有很多那种诈骗的 那个诈骗的一页式网站 告诉你说什么 买香港股票 买美国股票 买卫上市 我马老师都不做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新贵股票我也不建议 卫上市 美国香港国外的股市 我也不建议 我也不带会员去做起始 大家都了解一下 这样子呢 也不会被这些一页式的网站诈骗到 那小飞龙不好 Delta疫情扩大 美国股市能够创新高 最大的关键资金 美国隔夜的那种财款资金 那个逆回购的资金 1.1兆美元 1.1兆美元 是美国联准会很刻意制造通膨的目标 了解吗 我跟各位讲过 那这个关键重点 来 你看看 专家很怕三件事情 通膨快要炸锅了 很怕的是 会通膨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 债券 信贷 股票市场 会出现大跌 崩跌 美国人比我们还担心 是因为 在美国纳斯达克 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 你真的看到说 他们的企业 龙头企业 营运获利有特别好吗 没有吧 这个关键重点 来 更精彩的地方在于疫情 9月1号 有没有 9月1号 美国新增21万人 你看看 今天下午5点钟 香港统计 20万7千人 美国每天120万人 最近高到28万 很接近1月8号的 什么时候 1月8号 一天30万人 太离谱了 所以他们现在赶快 要打第三剂 要打第三针 讲白一点 不戴口罩 不做防疫的动作 打再多针也没有用 是不是 这个关键 美国开始又引发了卫生质之乱 加上开学季的来临 保侨持续的扩大产能 相对的卫生质之乱呢 卫生质又开始在抢购了 真的 这个都是告诉大家 其实大家也有感受到 美国一天每一天增加 120万人的确诊 那个数字 太高了 这种太高还到其次哦 现在又有个新的病毒 这个MU MU很像那个美光科技的英文代码 美国股市的美光科技的代码 叫做MU 这个新种的变冠病毒 MU更狡猾 可能会让全部的疫苗失效 这是来自于一个 哥伦比亚的变种病毒 有没有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啊 列MU的变种受关注 因为呢 这个是一月份在哥伦比亚 发现的MU的新的变种病毒啊 它的一个 这个 更为狡猾 会让所有目前的疫苗失效 你看看 那这个关键重点里面 美国今天涨什么 莫德纳 莫德纳涨3.52% Novamax涨5.67% CVAC涨了多少 6.11% 台湾没跟上 因为台湾今天来的BNT BNT再打下去 台湾已经超过四成 超过一千万人 再打下去到六成七成的时候 确实我们的防疫动作做得更好 有打疫苗 大家又自律的规范 再加上疫情不要有社区感染 不要让Delta病毒进来 我们可以经济面 内需的部分 可以再解封一些 再宽松一些 不要降级 还是要要求戴口罩 不要降级 但是经济活动可以再更宽松一些 这个对内需 对接下来10月份的5倍券 都是一个好利多 我们去买这个小神山 规划也是5倍券的受贿股 先卡位 那这个地方 东南亚工厂 因为疫情恐怕会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危机 一个重点 在于越南 马来西亚 你看看越南 越南昨天还一万一千人 这个七天的平均值 还在往上冲 马来西亚呢 有点弯头下来 一万八千人 真的是太高了 这种 为什么说马来西亚一万八千人 好像那个七天平均有点弯头了 还是太高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马来西亚封城多久了 马来西亚封城一个多月 封城还能够一万八千人 那如果没有封城呢 那不是更危险 这个现象 再到通膨的数字 我昨天跟各位说 南美洲的智利 7月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4.5 第二次升息 总共两次升息 升息了4码 从0.5升到1.5升了两倍 智利CPI 4.5 就升息两次 升息4码 美国呢 美国7月的CPI比智利还高 5.4% 鲍尔讲 通膨是短暂的 继续印钞票 是不是 美国观察通膨的数字 他不看那个属于CPI 他看的是核心个人消费消费支出的一个指数 年增3.6% 太高了 之前 讲2% 现在呢 年底第四季可能会飙到4.8% 连华尔街日报都要酸鲍尔 是一个政客 其实不是政客了 应该是讲 华尔街的老狐狸 他的目标 把通膨今年拉到5% 30兆国债的负债 通膨5% 利率是0的情况之下 自然减少 实质还款 自然减少5% 30兆的5% 1.5兆 这才是他的目的 了解吗 更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 美国30兆的国债 他要想办法制造通膨 2008年 美国房地产自己的信贷泡沫 他印钞票QE1 QE2 QE3 制造全球房地产的泡沫 把美国的房地产 房地美 房利美的问题 丢给全球一起来解决 现在美国的国债 他也要透过通膨 无限QE的方式 制造全球的通膨 替美国的国债 来解套 这个看得最清楚的是谁 中国 中国 怎么说呢 来我们一步一步看 那么大陆的制造业 PMI 创下18个月的新低 49.2 有没有降温 这个地方 大陆从8月上旬 不是8月 5月份开始 他就是开始 砍价格 铁矿砂 煤铁 这些价格往下 往下砍 8月上旬 8月29 8月30 9月1号 大陆 抑制大宗物资价格 他们是人质 很明显 不可以涨就不可以涨 甚至呢 还投放第三批 不是第一批 第三批的国家储备 同旅新 保价 保公稳价 不准涨就不准涨 你知道为什么 美国的目的 他就是制造无限宽松 制造全球通膨 可以减债 如果制造通膨的情形之下 像美国的纳斯达克 像有些国家 欧美股市 创下历史新高 是不是财富跟着膨胀上来 到时候 美国华尔街这些 投资银行大亨 在抽资金卖股票 一波急杀 谁会受贿 是华尔街那些金融的老狐狸 会受贿 大陆很清楚 美国的做法 他们就是要炒物价 炒通膨 大陆不让这个现象 持续扩张 已经爆发这个程度了 不可以再扩张 所以大陆的目的呢 压抑大宗物资的价格 不要再通膨 你再通膨下去 国民所得没有增加 对经济是负面伤害更大 大陆看得懂美国的错法 结果你发生一件事情 今天大陆再寄铁碗 铁矿砂价格重挫 早上我们在Telegram跟大家讲的 这句话 航运钢铁等原物料 不要随便抢短 操作更要谨慎 你看今天尾盘 钢铁股压到最低 跌2.42% 是不是跟5月份一样 大陆去压铁矿砂 台湾的钢铁价格呢 就跟着被压回来 这个关键 还没有看到重点哦 更精彩的地方在这里 来注意看 今天早上 看到主于大陆这种 抑制物价 抑制大宗物价的一个措施 8月28 30 31 昨天还讲 这个航运的运价 货柜航运的运价 想要涨价不准 多数都是不准 那这边再补充一个地方 你看 昨天A股的 铃矿股 电池的铃矿股重挫 今天如果说硬要有什么利多 车用电子方面有什么利空啊 在这里 不但是铁矿砂价格大跌 A股的铃矿股重挫 车用电子 电池概念股 跟着这些电池的个股 铃矿股 跟着拉回 了解吗 大陆在压大宗物资 看到 大陆的监管风暴又扩大 港股勉强收高 六十二点 守住两万六千点大关 可是大陆股市呢 今天大涨 涨了二十九点九点 几乎收高 老师 怎么会这样子 大陆不是压抑物价 又要监管控管 一下子是教育补习 不能随便补习 然后呢 不能这个 那个美国挂牌 然后甚至连 现在连这种 要求很多了 要求要共同富裕 这个阿里巴巴 又要捐了几千亿出来 这些的现象 监管风暴 不断的扩大之下 大陆股市为什么涨 想想看 这些关键的重点 一个地方 大陆要摆脱 跟着美国 通膨的手法去玩 所以呢 美国股市回下来 大陆今天股市呢 反而是怎么样 拉上去 连续几天哦 你看大陆这几天 28 30 9月1号 9月2号 是不是都是有这些 控管的动作 你去看看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 最近这几天 反而一路往上走高 很特别吧 不是因为通膨 不是资金太过宽松 反过来 大陆是真的 知道美国的做法 美国在炒通膨 在替美国的国债 解套 所以大陆呢 压抑物价 压抑到可以把国家库存 有没有 国家储备的 同旅心 保公稳价 拿出来 15万吨 这个现象 你再仔细观察 今天最精彩 最精彩的重点 我昨天跟好朋友讲 光磊 不要看到利多 随便追价 结果呢 来 金元三雄 三雄 台积电 联电 世界先进 除了世界先进 收一个小红K以外 台积电 联电 最重要 最重要的 毛利走高 利多吧 两大财经 媒体的头版 都告诉你 明年的代工 涨价 毛利率的评估呢 会往上提高 往上提高 获利一定会再增加 利多吧 怎么会这样子 利多开平台积电 收盘收最低 台积电 也就算了 你看看股价 台积电的615块 收盘跌破五日线 615块是7月15号 当时大盘 18,034点 也就是告诉大家 大盘今天现货是到 175,23 可是台积电615块 对照7月份的高点 是18,000点的位置 真的看这么好 外资 喊700 喊800 喊这么多 为什么不买上去 600块附近 615块好了 涨到700 涨到800 100块 200块的价格 外资是傻瓜吗 还是外资又在喊利多 叫投资朋友来追 这一段 有没有 615 你算一算 615 这个属于551到615 64块 64块 乘上8.5 光是这一段 台积电拉指数 544点 今天你回头看 开盘前的利多 台积电带上引线 黑K 收最低 是不是利多出货 再回头看看联电 哇 今天开盘上来 外资圈 狂捧联电 目标价 喊什么90块 我为什么盘中 不跟你讲这些 开盘前 我也不跟你讲 台积电这些 我如果在 开盘前 跟你讲这些 你一定跳下去 买的时候 你买在高点 想想看 联电今天上引线 多丑 67块 跌下来到收盘 64块 收最低 翻黑 常上引线 收黑K 该怎么做 没有跌破五日线 我跟各位讲 你拉高获利 最慢最慢 我先把今天 交给大家的观点 涨一段上来的股票 常上引线 拉高获利 如果跌破 五日线 出 停损停利 都要出 不要去再留恋 利多 是一种 出货的常上引线 最简单的 今天去追价买的人 看到财经 头版的利多 去追 马上被修理 台积电 是不是一样 搜最低 连电搜最低 再来 林阳 产能 仅满足 五成的订单 开盘前 也看到这些利多 昨天 王姐有问到这些观点 我说不要追 结果你看 开盘前有利多 今天上引线 冲到45.35 收盘40.6 找盘你去追 马上赔一层多 收盘40.6 马上赔一层多 这个现象 它还没有跌破 五日线 通常我再补充一下 你再看一次 联电 这种常上引线 收黑K 或者是 林阳 常上引线 收黑K 明天通常会反弹 正常情况 会有反弹 让 还没出到的人 可以高出 所以我讲 这个地方 要拉高 获利 明天有拉高 上来 获利 但是一件事情 如果明天 美国股市 又是波动大 有些大跌下来的话 这些个股 常上引线 收黑K的 没有反弹上来 是直接开低 那 开低的盘中 拉高 你也还是要卖 短线 就是五日均线 设停损 方法我都教给大家了 合金 你看看 今天9月2号 今天怎么那么巧 台积电 联电 林阳 合金 都有利多 都好像 昨天的光雷 今天呢 常上引线 收最低 比较弱的地方 联电 林阳 还没有跌破五日线 可是合金呢 今天收盘 跌破五日线 过去这一个礼拜的买盘 几乎除了买最低点这里 以外呢 今天 这一个礼拜的买盘 全部套住 先避开 好 先避开 这种情形 五日线的操作啊 就像我昨天跟那个 王大哥所提到 景硕 景硕昨天破五日线 今天反弹又占回五日线 我说 破五日线去强短 没有什么利润啊 今天谈到五日线 明天能守得住吗 你如果要强短 你就是用五日线 好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 合金已经跌破五日线 明天你要想多留一些 说看他能不能再拉起来 好 这是一个片线什么的 那你就看 盘上来之后 收盘 不要再跌破五日线 明天 后天 都不可以跌破五日线 如果跌破五日线 反弹没站上来 又继续往下跌 先卖 这就是操作策略 新唐 创新高 收最低 好多人好痛 你知道吗 因为 新唐这次个股啊 投信法人 做账 冲上去压回 冲上去压回 你看看 今天的这个 成交量 今天的新唐 十一万三千张 好大的量啊 如果不是当冲 冲掉的话 很多人套在今天 一百七十块以上 真的 一百七十块以上 这种长上影线 拉高 落带 五日线跌破 摄停损摄停力 加金 是不是也是一样 合金加金 这种长上影线 第二天 还有机会 反弹一下 反弹 拉高获利 但是五日线 不可以跌破哦 定影 今天也爆大量 将近一万八千张 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张 这种 已经回到五日线 想挑战前高 它虽然不是高价股 想挑战前高 但是接下来呢 五日线 摄停损摄停力 这个关键重点 南茂呢 跌破五日线 昨天我也跟会员朋友讲 其实就 封装股来讲 他们的获利很稳定 这一次马来西亚 封城 有一些IDM的大厂 在马来西亚 占的比重蛮高的 他把订单转到台湾 问题是 台湾有能力 吃下这么多的 转单吗 这是第一个 产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扩充很大 第二个 这个转单 可能到十月 十一月以后 又会流失掉 如果只是两三个月的转单 你如果是台湾的封测老板 你要不要大举投资扩厂 不会 顶多加班一下 生产线让他多跑一下 跑时间多一点 但是不会因为两三个月的转单 就马上大举扩厂 所以像南茂啦 像封测股 五日线跌破的 拉高获利吧 西力KY 哇 股王 好长好长的上影线 4475到收盘 4260 从高点下来 215块 215块 有没有 力旺 好长好长的上影线 1715到1620 95块 最高马上到95块 这种已经涨一段 五日线 色停损色停利 我已经讲了太多次了 方法都交给大家了 普瑞KY 高价股的普瑞KY 也是上影线收黑K的 这种情形 就算明天小跌 这个就不见得会开高哦 因为他今天已经有下影线 下影线45块 今天的下半场就已经有拉升 有在反弹了 那么翔硕呢 股价的走势 冲到2455 好长好长的上影线 这种很长的上影线呢 基本上 明天开高的幅度也不大 可能是先开低再拉起来 这种都是要先拉高获利 已经涨12345 连续五天大涨 今天上来跑了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来你再看一次 希利KY 4260块 利望 1620块 普瑞KY 1875块 翔硕 2285块 这四档 都是千金 今天 台积电 联电 金元 双雄 再加上 今天的千金股 很多是在 藏上影线 被雷打到 被雷打到 我只能讲 能避开就避开 也就是告诉大家 这一波他拉抬 10天上来 拉到后面呢 大家还是想去玩航运股 玩钢铁股 所以他昨天去压航运股 今天去压钢铁股 逼着你今天去回头买电子 今天的电子比重回到64% 结果呢 很多去买电子股的 套住 不管是买强势创新高的 还是买面板驱动IC 往下拉回的 都套住 但是你会发现 买强势往上冲高的 套最深 因为那个涨幅不是一天两天 通常是涨五天了 对不对 这个关键 航运股 昨天跟各位讲 毕竟11长价 大陆出手干运运价 干涉运驾 不希望通膨 业界呢 估看准东南亚出货量少 因为疫情封城 越南马来西亚都封城 还需要跑吗 不用跑 那越南马来西亚不要跑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船 去跑欧美线 你说一个礼拜一次的报价 上海集装箱的运驾报价 明天就会公布了 下午收完盘以后 又会公布的时候 一件事情 你看看 开盘前 货柜三雄 不排除下探半年线 昨天跌嘛 今天开盘前跟你讲 可能还会再跌 再跌的情况之下 它反过来 给你拉起来 拉跌深的航运股 让涨多的电子股 指数股下来 这就是风云的黑旋风 给你倒过来做 你看跌它就拉起来 你看涨它就打下去 坏吧 很坏 这个控盘真的很坏 这个关键 今天公布 昨天的这个中国进口集装箱的运驾指数 8月25号到9月1号 它是这个9月1号公布 好 礼拜三公布的下跌 综合指数已经下跌1.5% 欧洲航线跌2.3% 如果说是美东跟澳新航线跌6%跌7% 进口 这是中国进口的开始衰退 代表说空的柜子很多 空船很多 那相对的 台湾两岸之间的集装箱运驾指数呢 到昨天最近最新的一个礼拜 也是回答 这些不管是到大陆去的 跟台湾之间的都在回答 这是一个警讯 因为在大陆 美东线美西线 中国集装箱的运驾指数啊 都是一路涨一路涨一路涨 造就航运股的获利很好 如果开始一出现那种转变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种原物料的涨价 一旦报价 止住反转 那个修正的幅度啊 还是会很大 好 这里要记得 为什么讲这个观点 远东的干散货 就是像BCI指数一样 是不是下跌 甚至还跌2%3%幅度 不是跌1%而已哦 跌2%3%的幅度 那最大的关键 我说这两天啊 中行的水晶球的那个说法 很明白告诉你 其实这些的船运的报价 如果哪一天一转变 前两天8月31号 中行的股东会的时候 他的总经理 戴胜坚所说的这句话 中行从来不做现货 因为这个现货的波动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今天日租新可以做到4万美元 明天可能只剩2,000 如果散装航运的运价 可以4万到2,000 风险大不大 中行是做长约 当然影响不会这么大 但是一件事情 如果航运一旦反转 4万跟2,000之间 那个波动的幅度有多大 去年真的是一天的租金哦 现货价跌到剩2,000美元 船员的薪水都不够这些 那现在呢 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 货柜航运厂商啊 一直造船造柜 造了一大堆出来 一旦价格反转 跌幅下来也会很吓人的 最大的关键 老师今天台航涨 航运的散装航运在涨 你回头看看他的日线 他们是跌5天了 散装航运跌5天 今天早上最新9月1号的 BDI跌2.88% 9月1号的BCI指数跌4.27% 大跌 BDI BCI大跌 这些报价继续跌的情况之下 航运股散装航运是跌升反弹 不要乱抢 这个关键 域名也是如此 中航也是如此 不要乱抢 那最重要的 驱动IC到今天为止 今天是外资把它卖下去 大家很害怕 对不对 你回头看 今天联勇 戏创 天狱 敦泰 外资都是站在卖方 看面板报价 还是看坏 一路又开始继续唱衰 把它打压下去 我问你 外资有联勇57% 平均成本438块 它会杀到哪里 它不希望把它的这个持股拉高上来解套吗 当然希望 细创也是如此 天狱是鸿海集团的 敦泰呢 有21.56% 这些的张数都非常的多 换个角度想 你看到今天 强势个股 杰利啦 强茂啦 还有林阳 今天重挫 甚至还杀到跌停板 昨天强的 今天弱 甚至创新高的 联电台积电千金股 今天上一线很长黑K 弱势股票 面板驱动IC很弱 回头想一件事情 外资喊联勇 想不想替他自己抬高价格来出货 再想一想 我昨天讲的 联勇有在做车用跟OLED的题材 天狱 敦泰都有车用的驱动IC题材 甚至包含 系创也在耕耘车用的IC 还有敦泰 抢工车用 开花结果 这些驱动IC 他都有车用的题材 那当然啦 今天车用电子 也是压回 而且是大跌 今天再压回 我还是跟投资朋友建议 不要看涨 说涨 看跌 说跌 我最不喜欢这种说法 今天一压下来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又很害怕 因为有别的分析 又跟你讲 不好 举一个例子来讲 敦泰298块 你为什么不说不好 298块 涨上去的时候 多少人说好 现在跌到180几块 多少人说不好 你应该把它记下来 冲上去 高档谁叫你买 下来是谁叫你卖 应该把这些人都记下来 因为我反顾你一个问题 我不要跟你讲那些筹码面 今天敦泰 外资卖 散户卖 没错吧 外资卖 散户卖 成交39.6亿 谁在卖 你告诉我 我常跟各位讲 外资跟大股东 常常是左手跟右手 涨上去的时候 外资买 散户买 那我问你谁在卖 那个筹码面 不可能无中生有吗 那反过来 今天这些驱动IC跌下来 成交值都很大哦 敦泰 从高点298 跌到186 成交39.61亿 外资卖 散户卖 谁在买 那当然是大股东 忠实大户 在接散户倒出来 把人倒出来的筹码 那外资的角色 就像是牧羊犬 赶着散户 追高杀低 听得懂吗 这个现象 莲勇呢 成交快31亿 谁在买 外资也是卖 散户也是卖哦 细创 成交21.19亿 高点416块 跌到284块半 谁在卖 法人卖 散户卖 那我问你谁在买 天域395块 跌到228块 成交20.48亿 谁在买 外资在卖 散户在卖 是不是 这个观点 你想通人就懂 在侧用电子这一块 盘中 晶圆双雄拉 台积电 联电 掩护侧用电子 强貌 蓬城 德维 康普 美其码 这些侧用电子 我们有的 有高出的 不要急 不要急 等压低落底的买点 相对的 你看今天强貌 不要急 我们会员朋友 做过强貌 也是 全部都是获利 落贷出厂的 那么 鸿城 你看今天跌下来 跌了13块 台半 甚至包含德维 这些都是二极体哦 还包含了明基材 电池材料 今天收盘收最低 利凯KY 昨天打跌停 今天一度逼近跌停 谁在买 甚至康普 是不是 这些要买进主生股 涨停自然有 不是用你去追价 而是说 车用电子 大家都认同 追高沙丁呢 一定赔钱 怎么样高出低进 这才是关键 最好的例子 整个里价的一个走势 连续35周大涨 大涨 大陆在打压 A股的里矿股大跌 那电池股跟着回 是很正常的 可是真的在8月19号 大盘大跌450点 你敢买吗 上来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三根涨停 到8月27号 四根涨停 我不会带你去追价 这两天跌下来了 是不是机会又来了 上来该解码 该调节 我们也做了 下来 我也跟你讲 下来是机会 该买的时候 就像我们这几天 跟大家预告 8月30号预告 中小型股会是主轴 8月31号呢 20家上市 上市贵股涨停板 9月1号 上市贵 27家涨停板 到今天 上市贵 16家中小型股涨停板 我刚讲一个重点 大盘指数 涨了1275点 如果接下来 回下来呢 跌金元双雄 跌高价股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种千金的高价股 不是百元的高价股 是千金股 今天都带了很长的上影线 谁在调节 这个不用讲 你都知道了 最大的关键 怎么做 该买的股票 我们带着新朋友 压低接 不要说跌下来不敢买 涨上去又拼命追 我不建议这么做 好不好 想跟上的好朋友 立凯四根涨停 大家都看到了 快速达正 0800370888 9月份 我们的第一档股票 小神山 压回低接 跟上我们的脚步 来做这个动作 好 很快我们看一下 好朋友询问的个股部分 现在台子期涨94点 台子期涨94点 大家又不怕了 可是你回过头来 想一件事情 今天的大盘指数 怕不怕 要怕 讲真的 要怕 美国 纳斯达克 冲上去 留上影线 像一个墓碑线的情形 像一个墓碑线 要怕 不要说 随便一档股票 哇 上去就很想去追 到时候一滴下来怎么办 昨天的林阳 有没有 昨天的林阳 结果你看到今天外资卖多少 卖了10776张 你看到今天的台行最强 好 2617的台行 跌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五根黑K 第三天没有 五根黑K 今天跌升是不是反弹 你看到长龙 连续三天下跌 逼近到八月份的低点了 要不要反弹 如果不反弹呢 是不是要测前低 这些股票 我们不建议去乱抢 好不好 来 我们很快看一下 那好朋友 有什么样的个股问题 可以在这个时候记得 把代码打上来 把代码打上来 我们再跟大家做回复 会比较方便 比较快一些 好 我们从前面开始 先跟好朋友来做个回复的动作 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 那2481有希望吗 不是说基本面有没有希望 是你害怕的是股价 基本面是一样看好 昨天有人问我说 是不是头肩顶 不是 我说这是个大M头 这种大M头 之前这边是左肩头 右肩的行星 是头肩顶的形态 但是它回到颈线 再做一次强谈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大M头的行星 大M头 今天破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怕不怕 三大法人 今天卖了3900张 不是基本面让你害怕 是股价 我刚跟各位说过 涨升上来的个股呢 高档 拉高 减码 不要去留恋 好不好 该卖要卖 那再来 目前在20 那2481有什么 这样的大利空吗 可能最大的利空 电池概念股 测用电子最大的就是A股的铃矿股 大跌 那再来 这个2062的乔村呢 怎么看 今天外资继续卖 股价来讲量不算特别大 可是是说外资在卖的时候 股价还在足底中 我只能讲股价还在足底 因为今天最弱势的产业股是什么 钢铁股跌2.42% 那2062的这个乔村呢 今天外资有在调节900多张 还在足底 上个月低点 这个支撑点25.75要守住 25.75的支撑要守住 才能够做一个足底的动作 那再来 那请问空单要营收公布前回补吗 营收公布跟空单没有关系 空单要回补的情形有几个 除权除息前的融券回补 股东会 股东会前的过户日前 两个月加六天要回补 其他不用回补 可是像除息来讲 现在台积电一年除息四次 你要空啊 都只能短空短空 很辛苦啊 那之前投资朋友问我说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做空 你想想看 为什么大盘在这一波 去拉台积电拉的这么用力 政府四大基金 应该讲三大基金 不要讲四大基金 三大基金 持有台积电 持有股票多少 六兆 六兆的投资规模 台积电就1.6兆 多不多 答案很清楚好不好 那再来 目前在盘式上来讲 4746的台药 低顶可以进场吗 其实在基本面 你看技术面它不是强势 基本面来讲 我认为是可以低接 做一个主体的时候来做低接 那外资补期货空单 美股在历史高档 星期五的飞农要避开吗 指数要避开 可是外资的做法 它不是看多指数 是大盘今天从涨49点到154点的价差 有没有 这个价差上下200点 你如果有看指数 有看指数 你去盘中观察一下 盘中上下震荡的幅度非常大 它在做价差 礼拜五的飞农 公布出来 还是要避开 指数要避开 我刚刚讲过 那再来 在目前的盘式走法里面 我看看 在细创来讲 外资卖超可以低接吗 说真的 我说可以接 你不相信 因为股价还在跌 因为市场上都跟你讲面板不好 还有分析告诉你说 这些个股就是看坏它 高档不看坏 跌了一大段看坏 那昨天有好朋友跟我讲 3545的敦泰 为什么7月份 7月份 它的获利数字一下掉四成 有人告诉我 我也去查证了一下 也确实有受影响 什么影响 它有投资航运股惠阳 当初在第一季的时候 它投资惠阳5000张 成本27块 所以在第二季呢 惠阳大涨 6月底的时候 如果惠阳大涨受惠 那7月份惠阳跌下来 当然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敦泰它获利减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好 这些我们都是也欢迎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相关的重点资讯 好那陈姐晚安 好王姐晚安 光辉晚安 那目前来讲 看今天大盘杀的好厉害啊 15159好恐怖啊 其实最大的关键 这一波涨上来 在台积电杀到台积电杀到551块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什么 外资持有22兆多 台积电持有最多 1900多万张 跌下来 外资比你担心 结果呢 这10天掌声上来 他给你玩一个游戏 叫台积电呢 调高晶元价格 调高一层到两层 不要说叫了 这样叫好像是串东一样 可是你也觉得很好奇 我在这段时间我也跟各位讲 外资持有很多台积电 74% 政府三大基金持有台积电很多 五大金控持有台积电 3200多亿 24% 占五大金控1.3兆的24% 从外资 三大政府基金 五大金控 买超指数最多最多的部分 台积电 台积电也应呼法人的观点 调高晶元代工 掌声上来之后呢 你回头想一想 如果再跌下来 会跌什么股票 你说友达群创跌下来是破低点 我问你 友达群创破低点 那个跌幅很大吗 还是说高档像今天的 那个2481的 强貌 5299的杰利 昨天大涨站上所有均线之上 好像足出一个W底 我跟各位讲 一定要设个停损点 今天一根大黑K压回来 一天大黑K压回来 真的 有点可怕 那今天更可怕的是林阳 有没有 早盘冲到45.35 收盘40.6 上下价差一层 好 这个地方来讲 还好啦 这个王姐还好也没有去抢的话是最好 那再来我看一下 那目前的盘式走法里面 我看看 很多个股啊 我说实在的 股价的走势 那6182的合金可不可以续报 这种走法 我刚刚说过了 合金这种 上引线黑K破五日线 它沿着五日均线 我把图放大 它沿着五日均线走了半个月 跌破 转弱 不建议报 好 不建议报 跟刚才3016的加金 长上引线 虽然还没有破五日线 可是长上引线代表什么 这一段买盘的人 今天高档在调节了 了解吗 不建议去高档股票 一直报它 没有太大意义 那再来 那在目前的盘式走法里面 我说这个盘式啊 6598 台康生 不是是ABC KY 这个时间点 说实在的 股价剩到95张 你也不要去砍低了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 从高档叠下来 有没有182块 跌到这里你去砍它 没有太大意义 我说过防疫股 它还有秋冬的一个 一波高峰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疫情啊 没有办法控制 是因为Delta太毒了 那再来2441的超风 可以进场做多吗 今天也是上引线好长哦 有没有 超风的上引线也是很长 不建议 你如果真的想买 你就设一个五日线 90.4 90.4 那再来 3669 3669的远展呢 最近的股价 今天还是形成一种打底的阶段 股价也算是跌得很深啊 这种跌深的股票 你就不需要去做一个杀低的动作 那强势个股啊 这个强势个股像1760 不是吧 1762 中化生是1762 想买也不要用追价的方式 你如果追到今天的83块8 收盘80块 是不是套住了 中化生要买 拉回来 先观察 先等一等 拉回来有指纹 再来说会比较好 那再来 3264 可不可以买 新权的股价走势 这个地方破十日线 这个地方就算有短线反弹幅度不大 我就不建议 你如果要去买新权 我不如建议你 跟着我们去买小生三 小生三 爆发力跟题材 不会比新权差 新权最大的关键是投信 7月份以来一直加码 这三天投信都转为卖超 这个时候今天外资买一下 我认为啊 明天如果反弹一下 这种两根黑K 会反弹 反弹上来的话 外资很可能就调节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外资 我会这么做 投信连卖三天 两根中黑 两根中黑之后 投信大部分的筹码还没有跑 跌下来买 吃投信豆腐 等到明天反弹上来 投信又开始追买的时候 卖掉 隔日冲 如果是我 我是这样 我是这么看了 那再来 在整个敦胎的看法 我刚刚讲过了 在目前来讲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个股 好 我们看一下 FB好朋友的部分 来 今天盘式上来讲 呃 强茂会有机会跌到哪里吗 说实在的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目标价 跟你讲目标价的话 违反主管机关的一个说法 你说会涨到哪里 会跌到哪里 主管机关是要求 我们在解盘的时候 不能讲 支撑压力来观察 但是你说一下回到时候 什么87块6 这个季线 之前是回到季线附近支撑 季线是第一个支撑 第二个是7月份的紧线 在91块8 你说一下回到87块6 我不知道你的为什么看法 是看这样子 这个技术面我看不出来 那再来 目前在微风电子 为何会标成这样 主要是USB4.0 6756的微风电 还有一个重点 这半个月 投信开始在买 有没有意思 其实今天的 最明显的强势个股 是6104的创为 创为也是USB4.0的题材 可是我讲白一点 USB这种新的产品 有必要很快的全面更换吗 你去想想这个逻辑跟产品的特性 去研究一下 这种股价连续大涨4天了 包含6756的微风电 股价这4天也是涨不少上来 这两天谁在大买 投信买的比较多 200多张300多张的这样子买 这种情形涨上来也是一样 不建议做追价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说 在这种情形不要用追高的方式做了 那再来2329的华泰呢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个地方要拉高减码 今天华泰破五日线转弱 你看外资连卖三天 你不卖 今天外资卖了7296张 反弹 我还是建议先获利 那再来 这个惠联晚安 再来目前看一下 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 像多恩泰天狱业绩不错 为何股价这么跌 面板 大家一直都看到 看到说 友达群创面板的价格在往下跌 所以呢 驱动IC就跟着看 可是就法人持股 就业绩展望 还有未来车用IC 车用的驱动IC 跟OLED的驱动IC 现在 晶圆代工 晶圆的产能不足 IC设计本来就是吃香 都是赚大钱 回过头来 面板呢 如果回到去年那个情况 会赚钱吗 不一定哦 面板受到大陆的影响太大 台湾的IC设计 比面板强太多了 股价的走法 不要追高杀低 好不好 这是我的观点 相对 那有人问我说老师 那要不要射停损 那是看你个人的习惯 因为我们会员朋友 有些是短线 有些是可以中长线的操作 就短线上来讲 我每一通的讯息 买进去一定都有射停损点 你如果是短线的 你就射停损点 中长线 你可以等它反弹上来 再做调节 获利出 好不好 这是我的观点 那最重要的 这个盘是节奏 我再讲一次 大盘今天是这十天来第一天破五日线 如果你看到期货 现在涨九十几点 明天开高 拜托 不要追价 不要追价 要买是压回买 而且要精选个股 不要说今天第一根长黑的 二四零一的领阳 我刚不是跟各位讲吗 这种长黑的 明天有开高的机会 可是看到外资卖一万多张 好像还是蛮吓人的 二四八一的强帽呢 是不是 之前投信都没有卖哦 今天投信卖了两千七百三十九张 杀到快跌停 谁在卖 你不能说强帽 老师说看好压下来可以低阶 我跟你讲一个观点 最好的例子 台积电你不买 然后呢 告诉你 金元代工涨价 涨一成涨两成 二十年来 台积电没有玩过 金元代工涨价的利多 这一段也给你看到了 你不买 放利多叫你买 今天的头版 跟你讲明年的毛利率 多好多好多好 买到套了 是不是 连电也是如此 那反过来呢 这些弱势的驱动IC 或者是这些真正主力的强势个股 它会把你的筹码洗掉 大家都看好侧用电子 二四八一的强帽 是不是看好 结果现在投信开始在结账 不要急嘛 是不是 你有的人要急哦 还是会建议短线 五日均线跌破 你就跟着五日线跌破先走 拉回来 真正落底的时候 该买的时候 我会带你做低接的动作 如果说你想跟上我们这些车用电子啦 今天的像强帽 蓬城 都跌破三条短线 还会再往下压 就算明天有反弹 不要急的去抢 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重点 那接下来呢 立凯四根涨停快速达正之后 9月份这几天都是很明显 中小行股 接下来大盘指数就算跌 中小行股不受指数影响 不受外资影响 了解吗 接下来的重点还是在中小行股 如何快速达正 0800370888 欢迎跟上我们的行业 也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下期节目月